因为他朋友嘛 多少都给点面子吧 你会发现他其实只要说到喝酒 对自己控制不住 实际上他还是会有羞愧感 包括喝了酒 然后他说有一些家庭暴力的事情 你看他的手会一个右手搭在左手上面 这样子抚摸一下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你是真不打算跟他过了是吗 有这想法 既然知道他喝酒 当初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哎呀可能就是他唱歌吧 这个就是说是回到家里嘛 感觉到他挺勤快的 像冬天的时候他起来扫血干啥的 只要他不喝酒他人确实很好 只要他一喝完酒一醉 他就真的不是他自己了 这个他回来 哎呀他回来就鞋子也不脱啥的 就倒在那就睡 就那么一个小床 他一睡我都没地方睡 我有时候就坐在那里 我都自己一个人在那哭 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在那儿回来 回来自己就睡着了 你说彻底滴酒不沾 那好像我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尽量克制我自己 少喝尽量别喝醉 能做到 这我能做到 他能做到吗 做不到 哎呀这你就别这么说 为什么说能做不到 我 因为我认识跟他认识三年了 他从来说话 我说尽量已经为啥 他借过多少次就 答应你少喝或者不喝 答应过多少次 也有两三次吧 这个他那一次 他就说他打过我以后 那次他给我撑了 他说以后我最多就喝两瓶 我最多不喝 但是那话说完没两三千 他继续就那样 你相信他能改吗 我不相信 我把烟能接了 世界上没有别人比他更了解你 他跟你生活了三年 我跟他三年时间了 他说十句话除了我八句话 我都不相信 这么没有信用啊 是 哎呀我的天 我跟你说 我把烟能接了 酒我也能接了 我不信 我就证明给你看 那好我就去看你给我怎么证明 行 那就证明给他 必须 OK来吧 我给你机会证明你自己 哎你好李小舟老师 李小舟老师好 哎呀 哎呀一个酒鬼的故事 我我还我还是觉得说 我我现在不敢肯定 他真的是这酒鬼 我在想就是男人说男人摊杯嘛 大家都知道男人晚上喝点酒 这是这是大家都能理解 你喝吗 我很少喝酒 你喝吗 我不喝酒 你老公喝吗 我老公喝 他每天晚上就喝掉 你看 对 但是他有节制吗 有节制啊 有节制 他不需要戒 我觉得男人不需要戒酒 就是他喜欢喝酒 偶尔喝一点舒筋活血蛮好的 对 但真的这个男人是不是像老婆说 天天喝酒就发疯 我不敢完全地相信 这个男人是看着酒 就必须要看着酒 完全喝的人 怎么验证他 让他给他一个喝酒的机会 朋友有没有劝的或者说跟朋友在一起看看他的节制能力吗 那我们就说哎可以有酒可以有朋友喝不喝你自己看着办 对 我倒希望他不喝或者说他喝哪怕喝了就沾一口 有节制 这也说明问题 别喝到没有节制 对 别喝醉 所以就是酒精小特殊去办一次聚会 聚会上必须要有酒啊 对 要有酒要有朋友 对 然后他老婆也要在宣传 对 好 就这么简单 OK 谢谢 好 应该 请 不 喂 好 好 好 v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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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